这几天大雨当中还有这样的场面 在高雄信山区新宗里 一条山沟瞬间变成了像是瀑布一样 而且还有树枝树叶卡住了水闸门口 造成了阻塞 你看水就要满出来流进社区了 居民很担心 那么当时有一名水利局的外包工人 赶紧冒着生命危险 只系着一条绳索就跳下去 清除淤积物 让居民看了好感动 大赞他是真英雄 又左又黄的洪水不断沿着山沟阶梯往下流 原本小小的山沟突然变成大瀑布 水势又凶又猛 眼看就快要灌爆沟渠 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位救兵 水利局外包工人徐基民 冒着生命危险跳到山沟里去 当时水声快要到肩膀 而且相当湍急 一个不小心就会被水冲走 但一旁的水闸门上 却挂了一堆堆的树枝和树叶 就怕这些东西卡住水流 徐基民戴着一顶工程帽 身上只戏着一条安全绳索就下水 用他的双手把淤积物清掉 才让大水顺利宣泄 你怕水那么大吗 没有啊 我们就用水到百里了 刚才说那头还用了 我们就用水到百里了 你还好啊 没 水那么大了 好算啊 今年37岁的徐基民 从事清淤工程大约五年 他说第一时间只是担心水会满出来 淹进社区 没想太多就跳下去 居民则是大战 他是真英雄 他在那个水利局工作人员 真的是蛮辛苦的 真的很危险 那个水 那个很 那个很急流 而且这里 急流的话 一碰下去的话 就是从那个大沟里面 碰到那个爱河 在第一时间 那下去这个大沟这边来帮忙清淤 那不过因为这个实在是也是雨势太大 我们也是希望说安全第一 两天过后三沟已经恢复正常 水位也明显降了很多 里长请来水利局人员会刊 希望能够彻底改善三沟洪水爆发的问题 这次靠着英勇的水利人员平安度过危机 但总不能每次都叫人跳下去亲 明镜新闻林树民 高雄市报道